大家好 我是煌靈 今天要介紹的角色是日版剛登場的公主祭角色 安加古蕾亞 終於魔法輸出兼輔助 這個角色我最頭痛的問題是要怎麼簡稱 我對於簡稱有兩個要求 第一個是當然字要少 第二個是希望盡量是淺顯易懂的稱呼 不會有觀眾看了完全想不到是誰 不過這個角色 我想老半天實在很難滿足以上兩個要求 問題是安加古蕾亞五個字又夠多 所以我還是決定要幫她亂取綽號了 這位我就叫她雙雞吧 叫雙雞的原因是 安跟古蕾亞在巴哈姆特的故事中都是公主 安是人類王國的公主 古蕾亞是龍族的公主 是真正意義上的公主 所以簡稱雙雞 只是知道這兩位是公主的玩家 可能不多 可能沒辦法 再聽到這個綽號的 第一時間就有聯想到正確的角色 不管了 我就懶 以後就是雙雞了 雙雞是公主既限定角色 終於魔法輸出兼輔助 一技能對最近一名敵人造成兩次大幅度魔法的傷害 傷害量會隨著友情的魔印層數增加而提升 二技能自身受到增益時 自身增加一層友情的魔印 後面我就簡稱魔印了 魔印最多可以跌到40層 以及自身特大提升魔攻魔爆 小幅度提升TP上升 以上三個下午都持續180秒 EX技能 開戰時提升自身魔攻 最後是UB 對最近一名敵人造成兩次大幅度魔法傷害 傷害量會隨著魔印層數而提升 並大幅度提升範圍內200友方角色的魔攻 持續18秒 技能施放 順利是開場2技增益 之後1技開扁 後續循環我就打在畫面上了 2技只有開場會放一次 後續就只有1技跟普攻了 這個角色的技能設計跟聖誕秋乃超像 然後吐槽一下為什麼是友情的魔印 你們兩個是友情嗎 我覺得應該要叫百合的魔印才對 接著畫面上開始放測試 這邊打的是練習場 物理型 簡單難度 這時有人可能會想要吐槽 為什麼要打這個 實戰誰會這樣放 不管 看到高傷害就是很爽 我們先看一下雙擊洗傷害 一邊看一下雙擊的1技跟UB係數 1技是打2次啊 可以逃避大傷盾制裁 後面我說的係數是單下係數 1技的基礎係數是每一點魔攻可以增加0.3的傷害 又夠少 不過每一層魔印可以增加0.075的係數 疊滿四層魔印之後一點魔攻可以增加3.3的傷害 1技想要摸到大傷盾 也就是85萬傷害的話 自身會需要25萬魔攻 這個會很難達成嗎? 好像還好 不算特別難 那我也放個片段給各位看 這邊就是雙擊1技打出來的傷害量200萬 雙擊這個角色 魔攻疊夠高之後 想追求高傷害的話就不能無腦set了 斷到一次1技就少個1-200萬傷害 又夠心痛 然後UB也是兩下傷害 等下說的係數是單下傷害的係數 UB係數是2.8 一點魔攻可以增加2.8傷害 一層魔印可以增加0.225係數 疊滿四層之後 一點魔攻可以讓其中一次傷害增加11.8 兩次就是23.6 這個係數只能說 整個就很扯 是目前所有角色中最扯的係數 而如果UB單下傷害想要摸到大傷盾 85萬的話 大概只需要7萬魔攻就可以了 這也太簡單了吧 難度趨近於0 另外還有一個值得說的是 UB段數是13段超多 所以對面沒有大傷盾的情況下 雙擊一發UB最多可以打出1299987傷害 比新年黑貓的999999還多 反正雙擊就是純粹的數值怪 數值高到爆 整個就很扯 接著說站位 變態安跑去找古雷亞貼貼了 所以是中位 站位在姊法後面 技服優衣前面 這個站位我覺得蠻微妙的 具體有什麼影響 等下會說 雙擊的UB增益範圍可以增益到所有後衛 前衛部分大概到聖誕克總 在前面就加不到了 基本上目前用的到的法系角色都加的到 坦克除外 雙擊可以把握艾梅絲加攻擊力 很棒 然後是測試 打三階段飛樓 隊伍組成 莫妮卡 雙擊 也人沒笑 艾梅絲 公主黑貓 我有點好奇雙擊跟公主黑貓的活力比起來如何 打出來的結算傷害 雙擊2546萬 公主黑貓1682萬 蠻合理的啦 畢竟公主黑貓會破防 雙擊不會 再來是挑戰日版上月四五階段舞王 這隻羊日版上月手動最高傷害 隊伍大致上是畫面上這兩隊 用並交那隊大概4300萬 用珠希的大概是4200萬 半自動部分 現在畫面上這隊用智的則是3100萬 現在畫面上放的作業是其他大佬測出來的 半自動作業 連結有貼在影片下方資訊欄 又興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這隊員作業測出來是3300多萬 已經超越上月的物理作業了 而我自己在超的時候則是遇到了一點小狀況 因為我姊法專武升太高 姊法專武有血量 而且後面有個改動 就是專武260之後 就不會再給TP上升跟TP消費減輕了 原作業是242專武 我是傷滿260專武 結果多了一點血量 走就歪掉了 後來改四星有勉強救回來 不過傷害還是少了200萬 虧 所以後續天使姊法可以考慮242專武以後就不要再升了 除非作業超不了 手動部分 有日版大佬用天使姊法 新年四花雙擊艾梅斯大雪打出了4800萬的傷害 刷新了向月五王紀錄 連結我一樣貼在影片下方資訊欄 至於一到四王嘛 目前好像沒有看到什麼雙擊高傷害隊伍 主要是他是中衛 站位比較容易會被BOSS打爆 所以能打的BOSS比較少 像是四王狂暴熊 日版向月一般打法是放一個坦克 然後剩下的角色都放後衛去打 因為狂暴熊傷害超痛 被打到幾乎等於秒殺 放前衛坦克 剩下四位放後衛就可以避免後衛受傷 而雙擊在中衛就是很容易被網打爆 然後講一下雙擊跟其他角色有可能配合的打法 以及一些比較難實現的打法 雙擊站位在莫妮卡後面 所以可以搭配莫妮卡加艾梅斯的組合 但因為站位太後面了 所以莫妮卡 聖誕姊法 雙擊 艾梅斯的組合不行 聖誕姊法會跑去補莫妮卡TP 想被聖誕姊法補TP的話有一大堆中衛都不能放 像是聖誕妹法 新年四字花 天使姊法 公主可可蘿妹法也都不能放 然後我還有一個大膽的想法 就是用露娜補雙擊TP 要是點名一次就可以多發兩發UB 那就是多四百多萬傷害 想想就賺翻了 可是雙擊是中衛 想要讓露娜點名她 前三位根本就沒幾個選擇 超級難用 而且放了之後就不能放艾梅斯了 虧 影片最後做個結論 數值怪 雙擊 感覺很猛 再加上公主姬角色通常都很猛 所以還是建議要抽啦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了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次見